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迷你版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讚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訂閱 我在想另外一個是什麼 最近很常在新聞上面看到 有很多藝人 明星 網紅 都開始在紛紛加入 試管療程的這個部分 我自己在去年的時候 也進入這個療程 今天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動軟以及不孕療程的部分 所謂的不孕的定義 一定是要有登記的夫妻 然後在一年都沒有做任何避孕 一年都沒有達到懷孕的效果 那就可以稱為是不孕了 如果說你在這段期間 都沒有進行性行為 你們也都沒有小孩 在邏輯上 他還是叫做不孕喔 基本上 會講說35歲 這個是一個圖片的值 但是其實現在的狀況很多 像我在那個生殖中心裡面 那我就看到有蠻多都低於30歲 其實就已經開始求助醫師了 所以並不是說35歲以上 才叫做不孕 你35歲以下你就是安全的喔 為什麼會不孕症 有很多種可能耶 有些人是天生的 有些人可能是老化了 跟年紀啊 然後跟你的身體狀況啊 跟你的精神狀況有沒有壓力很大啊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跟我們的環境也有關係 比如說有些人抽菸喝酒 或者說他身處的環境就是一個高污染的環境 然後環境荷爾蒙很多 這些都有可能 這些都有可能 不孕症要做的檢查 非常多 對男生來講 他就是檢查一下你的精蟲的健康狀況 女生來說 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檢查你的舒軟管 到底兩邊有沒有通 所以你要先做舒軟管攝影 然後你還會做一個系列的內診 搭配什麼 瀑布超音波 音道超音波這些 來檢查看看 你是不是比如說 有沒有多囊性軟潮 基本上補孕不是只有女生專屬的 也有可能是男生喔 那還有一種情形是 兩邊都可孕 他配在一起就是補孕 精子、軟體不合 對 會有排斥的時候 對 也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大家那個旁人 你們都不是當事者 都不要去講說 為什麼你們那麼久了都不生 這真的是讓人家壓力很大耶 所謂的人工生殖技術 其實就分為幾種 一種是人工受孕 一個是飾管嬰兒 所謂的人工受孕 是在技術上協助你們 提高你們懷孕的機率 它是進行體內受孕 也就是說 取出的那個精子 它就幫你送到入口 讓你們自己進行 變成胚胎的這個動作 如果是飾管 它是一個體外受孕 有點像是它一個配氧明 把你的軟給取出來 配上精子 然後就把它配在一起 現在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是顯微注射 也就是說 它已經從所有的精子裡面 挑出一個最棒的第一名 然後再把它配在一起 基本上價格的差距 並沒有到太大 就是看你想要住五星級的 還是要住 你想想看嘛 你如果到醫院的話 他們的醫療設施是很完整的 可是呢 同時會有 要來產檢的 來看補孕的患者 會有來看婦科感染的患者 所有的婦產科 可能通通都在一起 那你如果在私人的診所呢 可以比較享受到VIP的待遇 你要不要動軟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做選擇的 基本上你只要成年 然後你自己已經想清楚了 你自由意願下 你就可以去做 但是在人工受孕這一塊呢 在台灣的法律底下 它是必須 你們要是合法的夫妻 你才可以做 人工受孕這件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你取出來的 精子和卵 配在一起 一定是要一對是合法的夫妻 你才可以使用 如果假設說你們最後 很不幸的分開了 那你們這個 已經配好的男朋友 就不可以用了 去年的時候 是首波補助 那我們剛好就是達到第一批 他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呢 36歲以下 你就是只能夠放一顆 男胚 36歲以上 放到至多兩顆 那兩顆呢 就是你有可能是雙胞胎 也有可能最後只有一個 也有可能就是沒有 沒錯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就是以醫生的角度來講 其實是不太建議多胞胎的 因為多胞胎 你就是在懷孕的過程會比較辛苦 然後你生產的過程 也會風險比較高一點 就是看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需要跟你的醫師做一些評估 那如果他評估完 你真的很堅持 那他也覺得 你應該你的身體狀況是承受得了 那你就可以放比較多顆 以台灣這邊的計費方式呢 就是取卵會有一個費用 植入又會有一個費用 那政府怎麼補助呢 一個完整的療程 他就是會補助一個取卵和一個植入 但是呢 你有可能取出來 那你的男朋友很多顆啊 你下次不需要再重新 就是做取卵的這個動作 那你就只需要做植入 然後他就又會再補助一些 但是這個金額就會是不一樣的 就是會補助植入的費用 植入的費用 沒錯 所謂的試管嬰兒程序呢 從最一剛開始的 先做諮詢 確認為不孕 計畫療程 進入這個療程 首先一定要先做取卵的這個動作 先確認說你的濾炮有多少 他們就會注射刺激排卵的一些激素 然後使得這些濾炮通常都同時長大 然後長大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還不可以有人長太快喔 因為長太快他會以一個就是最大的那個為基準 如果他已經夠大了 你就得要進行做取卵的這個動作了 所以讓他們全部同時差不多時間 通常都長大 然後就做取卵 那取出來的卵呢 如果你是動卵 你就會到這個階段 你就告一個段落 那如果你是做試管療程的話呢 你的丈夫會在當天 然後就會取出他的精子 然後就看你們是做顯微注射啊 還是就是做怎樣的療程 把他變成那個囊胚的狀態 你只要一直腳踮 就可以了 他就會一直動在那裡這樣 所以他不會壞掉 他動在極低 就是那個極速冷凍裡面 他不會不新鮮嗎 完全不會 現在科技就是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會講說就是 趁年輕的時候要做一些選擇 要看你動的時候 你的年紀是怎樣 他會先測一個叫AMH 然後我測出來我的AMH 其實是蠻不錯的一個數值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如果我有用不到的情影下 可不可以捐給別人 護理師就非常殘忍地告訴我說 嗯 那個謝謝你的好意 但是就是年紀的這個部分 能夠自然當然是自然 這沒有什麼好選擇的啊 應該是講說 如果你們現在就是想要有寶寶的狀態下 那能夠自然當然是自然啊 因為畢竟試管的這個療程 要打很多針 做非常多的檢查 花非常多的時間 尤其是對女方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可能再打一些刺激 排卵的這些針 你還會變胖 那所以能夠自然當然就自然 但是呢 如果在一個不行的情形下 你有那麼一絲絲一丁點 以後想要有小孩的可能性的話 你一定要就是把握現在 這就跟那個買保險的概念一樣 把握你還年輕的時候 早一點做選擇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我關於試管療程啊 動軟相關的問題了 所以今天先錄一些QA給大家 如果你對這個部分呢 也很有興趣 然後有一些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盡可能的回覆你們 接下來呢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一連串我試管的療程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收看喔 要記得訂閱小鈴鐺喔 好嗎